再说一次 4.3万 4.3万 保证 6.4万 大家都在说 亚洲的艺术来了 来到纽约了 不但是这样 亚洲艺术风也挂进了当代艺术的领域呢 中国当代艺术家岳敏君 是推动这一波亚洲旋风的一位主力画家 但在2007年的一年里 他的两幅作品《教皇》与《西阿岛屠杀》 就分别以437万和410万美元卖出 同年10月 岳敏君以六四名运为题材的油画《楚爵》 在伦敦更以589万美元成交 创下了中国当代画家最高的拍卖家 洛阳纸贵 纽约皇后美术馆馆长汤姆·费克伯尔 庆幸在此之前就安排了岳敏君 首次在国外举行的个人大展 岳敏君本来就已经很有名 但是最近的几次拍卖 却令他成了超级巨星 我们通常都会尽量回避 谈到保险金额的问题 不过我们为了这一次展出 确实是买下了巨额的保险 是5000万美元 是我们美术馆历年来投保最高的一次 我们看岳敏君的作品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和第二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也正好是他引人入胜的地方 当你第一次看到岳敏君自画的笑脸的时候 你会觉得可爱逗趣 会心微笑 但是如果你看了50张这样的笑脸之后 你就会变得严肃起来 你会感觉到笑脸背后的东西 你看到的是强迫你去笑的力量 是笑得过分夸张了 牙齿露得太多了 感觉是越来越奇怪和复杂 除了岳敏君以外 在各个大型拍卖会里 其他受到不少人追捧的中国当代画家还有 光头画家画光头 军人 和尚 囚徒 常常以光头入画的方力君 透过小人物片面 探索三峡工程对社会名声影响的刘晓东 在红旗下 把英雄主义与物质欲望混淆 常常激发着观众矛盾情绪的王广义 和阴暗忧郁 以家族与旧照片为主题的张小刚 中国当代艺术炙手可热是今天的潮流 不过一瓶人张朗朗却认为 在急速膨胀当中要留意泡沫的爆破 国内的市场和国外的市场是互动的 国内是因为这几年经济整个的井喷的飞升 这些人有了钱 他们过去买古典艺术 发现在潘家园和各个拍卖行买的古典艺术 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 那不如买新的 因为新的这个是真的 还没有人去伪造 他比较放心 但是他并不懂 他是照着外国人来买 过几天突然在国内顶不了这么高价钱 比如说他一千万买进来的 他想卖的时候一百万卖不出去的时候 他只能隔岸 在中国这种高速度的增长 那个不断的新的富翁诞生 这种情况有一个波折和缓解的时候 这个市场会有一个大的调整 培育新一代是中国当代艺术生存与发展的另一个关键 北京市郊外由旧工厂改建的大山子艺术区 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 绘画 雕塑 装置艺术 行为艺术 年轻的中国艺术家们 在这里尽情发挥自己的创作欲望之余 还可以与其他同好一起观摩切磋 这个艺术分别越来越浓了 然后很多非常好的东西 非常好的想法都可以自里面看得到 对我来说这些变化当然是好的 因为东西越丰富 当然我们学到的东西就会更多 这是美国著名现代艺术家安迪·沃霍尔 《死亡与灾难》系列里的一幅作品 名为绿色交通事故 2007年5月在加士德的拍卖会上 以7172万美元的天价成交 可是这个成绩还是没有打破前一个晚上一个更高的记录 在苏富比拍卖会上 由马克·罗斯科创作的白色中心 以7284万美元卖出 中国是否也有条件培育这类殿堂级的艺术家 还言之过早 不过给新一代年轻艺术家充足的创作空间 确实为将来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美国万华筒记者莫干生 在纽约与马利兰州洛克维尔的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